李斯十分爱慕韩德让,李家夫人也喜爱她,便想将二人的婚事定下,随后李斯亲自跟韩德让提起婚事,刚好萧燕燕在门外听到了他们谈话,没等韩德让回答,萧燕燕就转身跑开,韩德让连忙追出去,随后萧燕燕在街上遇到了草菅人命的萧谷,她跟踪浅前进萧谷的住处,萧燕燕本想杀了萧谷,可听到她的婚事,她的婚事,她的婚事,她的婚事。 叫主上请萧谷进宫,便决定冒充她进宫,途中萧燕燕在街上看到了韩德让,于是让属下将耳环带给对方,想让她心中有数。 萧燕燕刚入宫找到密函,主上就醒了过来,她匆忙离开时,却不顺将其掉落,很快萧斯温和韩匡寺得知萧燕燕前去偷密函,二人急忙进宫,却没能拦下主上打开密函,可没想到太平王为提及萧家一事, 直说了礼狐谋逆之事,主上看后头疼难忍,立即召紧萧谷,萧燕燕只好硬着头皮进来,她忍不住刺激主上,说她报应已到,病情再难治愈。 主上杀心大气,下令对萧谷处死刑,趁着屋里一片混乱,韩德让赶忙带萧燕燕离开,恰好真正的萧谷赶来宫中,韩德让便将她绳之以法。 后,韩德让带萧燕离开,还跟她表达了爱慕之意,确认心意的二人便同登燕云台,看着烽火连天的幽州,萧燕燕表示,想陪韩德让同手幽州时溜州。 另一边,韩匡四为主上诊治病情,经过此事主上重拾对她的信任,韩德让对于太平王,埋下乌骨里根吸引的是十分意外,她也琢磨不透太平王的想法。 不过,韩德让跟父亲提起了想取萧燕燕的想法,隔天,韩德让来李府接萧燕燕回家,萧燕燕故意宣示主权牵住她的手,韩德让打去萧燕燕吃醋了,可事后又甜言蜜语哄了她一顿。 什么人 我喜欢你 你 我